原文再續就書接上一回 那個朝郎君和風黑衣 你一言,我一語 大友即將有課聘之勢 忽然間,朝郎君就說 別吵,現在莊外有人到 風黑衣一反眼就說 誰?長白雙妖 話一未落,莊外就響起兩聲怪笑 有兩條人影在莊外的樹上飄然飛到大園當中 走入靈堂 慕容父子大一驚 嘩,這個非盜超郎君竟然發覺樹上有人 難道是這個非盜約來指觸山莊搞事? 難道是這個非盜的耐力相當深厚 憑著耐力,居然發出出面樹上藏了人 來的就是一男一女 年紀約莫都是三十歲左右 他兩個的服裝顯然和中原武林人士不同 男的身材很高 整臉的短鬚,直至像針吉一樣 虎目海口,臉色黑得像鍋底一樣 女的剛剛反轉,生得頗為嬌美 幾乎白女頭紅,目光流盼,眼角帶著放電的微衣 這兩個就光顧上各個傳聞的長白山上的黑白雙妖 黑妖即是男的,名字叫做耶律紅 白妖即是女的,名字叫做金微亮 雙雙中黃於東北的白山黑水之隔 兩個聯手鎖向無敵的,想不到小燕的死 竟然千里迢迢把他們兩個都招過來 再說他們兩個走進來 金微亮望一望超郎君 放了個飛電過去,有聲有血說 喲,小兄弟,你內內不錯嘛 既然看到我們躲在樹上 跟著他看了令嬌怪黑一眼 喲,這人怎麼這麼臭啊 你不怕愣上了靈堂嗎 嘩,這個瘋黑衣 現在一掌把這個白妖拍成一塊肉餅 但他是怕他兩夫妻雙雙雙聯手 自己打他不過 你論單打獨鬥呢 他就不會把這兩個人放在眼裡 他心裡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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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咬 咬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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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那个死人风刻意不出声,突然间出手,一掌向着他胸口就拍过去,他打算出奇不意,先打死白妖,然后再对付黑妖就无有事惊,总而言之,他说今天在灵堂上的人个个都要死,杀死了之后,一把火烧了自足山庄,怎么知道他现在一掌拍下去,突然间拍空了, 咱们眼里不见到个白妖,跟着听到个白妖在个头顶叫声叫气就说了,熊哥,这个叫话太脏太臭了,我怕弄张自己的手,你去跟他玩玩吧,最好早一点打发他走,我喝完了这个白妖呢,已经翘迷你坐在个梁上那里了,这阵个黑妖耶律宏对个疯狠就说了, 谁有此理,你敢对我真妹妹如此无礼,你是自找死了,杰藏 说完他那对手掌,带到一只疲倩一张就拍过来,劲锋罩起,顺如电闪,那个疯狠就想闪闪,来不及了, 为了这么粗举着手掌的相迎,一声悶响,双方各自后退了几步,大家感到心血翻滚想吹了, 看他两个人的掌力,风力,适时将灵堂上的油灯吹了,满堂那些暴将来掀起,有些就震了落地了, 哇,慕容麦父子就火滚了,的确,如果他父亲和母亲在这里, 谁敢这么肆无忌惮,是紫竹山如无人道的,哪怕任何人来到紫竹山庄,个个都规规矩矩矩的啦, 但是现在,这几位南北来的魔头,不单单当紫竹山的人透明, 更肆无忌惮在灵堂前面打斗,再被他打下去,为什么整个灵堂被他拆掉, 慕容麦一向的人,就宽口待人,这一阵就死可忍尿不可忍, 他就渴了,你们和我拦出去,这里是你们交交阵的地方啦, 这一阵再看看他们交手的双方,各自暗运气调色, 准备再渴了,对慕容父子渴来渴去,根本就彩都不彩, 慕容明又是火军啦,咻的声,将把雷剑拔出来就看啦, 你们拉不拉啊,这阵那个白妖金微凉, 在个凉上啊,嬌声嬌气就讲, 哎哟,小庄主,你干嘛发那么大火啊, 我们真的走了,这个风叫花子你们应付得来嘛, 再说,我们是特意给慕容宴来吊咽的, 你怎么连我们也要赶走啊? 没用命的嘛,哼,没你们,我就用可以将这个合意关切, 那就太好了,我们久闻慕容家的西门剑法天下无敌, 我真想开开眼界,哎熊哥啊, 你先别跟这个又脏又臭的叫花子交手, 让我们看看慕容少庄主的家传剑法啊, 个个黑妖似乎对白妖个话就千亿百顺, 他即时对个黑妖说, 好, 姐妹叫我先别与你交锋, 我暂且放过你, 广然他果然退化一臂不动了, 你就是个小狼官在旁边笑着问个叶律童呢, 嘿嘿嘿, 耶律兄, 你都挺听啊金姑娘的说话啊, 个黑妖听不出超狼官的话中之意, 小笑说, 嘿嘿, 不错, 我很听得了话, 无论他叫我干嘛, 我都敢, 这样金姑娘叫各客去死呢, 我当然住室, 超狼官一下子挫住, 他想不到个黑妖童会是这样回答, 这一刻, 慕容明已经跟这个风黑的交锋, 他就不再问了, 住幕在旁边看了, 那论武功和耐力呢, 慕容明就不是在场任何人的对手, 但他现在使的家传的西门剑法, 就货真价实的一流上性兼法, 正所谓不是羊育啊, 都有几股羊酥味啊, 这阵慕容明几招抢先出手, 都搞到风黑衣一阵手忙脚乱, 第一来这个风黑衣心里面都有所顾忌, 因为他正说和黑妖碰掌之后, 暗暗感到自己内力和这个黑妖不相上下, 若果黑白两妖联手上呢, 自己就一定不是对手, 何况现在旁边还站了一个巢狼军, 这阵他本来想走的, 那二来呢, 慕容明洗的西门剑法, 的确就是一流剑法, 招式上变化莫测, 往往出人意外, 所以一时间搞到他手忙脚乱, 风黑衣在闪开几招之后, 突然间, 呼一声, 身体180度一个大旋转, 向着四面八方呼呼呼, 拍出了四掌, 掌力有如排山倒海, 一下将慕容明把剑震到歪了, 剑光流散, 跟着风黑衣一伸手, 吹一声, 竟然将慕容明把剑就抢了过来, 跟着内径一魂, 拍拍拍拍拍, 哎呀, 一把利剑, 即时断成几截, 老冠家看笔, 行前一步, 用身体护着少庄主, 这阵的风黑衣一看, 自己暂借上风还不走, 这些奸笑, 哈哈哈哈, 大爷今天先放过你们, 以后我再来, 广远, 将手上握住剑柄, 一顶, 咚的声, 插入梁柱那里, 跟着的人飞出灵堂, 眨眼就消失在庄外的树林中, 哎呦, 这阵这个慕容明, 呆若木鸡, 一路木地站着, 动都不动, 这个第一次如此惨败, 究竟这个几次行走江湖, 从来都没碰到对手, 他都没知道自己的武功, 其实很有限, 不知道人家是有意让他, 或者根本都不想和他交手, 因为大家都记了小燕和武明智, 发得罪这两个威震武林, 狗幽小怪夫妇, 慕容明怎么也想不到, 今天先和风乞衣交手不够十招, 就拜得如此之惨, 这阵他老爸慕容墨, 都惊醒过来, 见到儿子呱用木鸡, 就走上去问, 名义, 你有没有受伤啊? 慕容明这阵先说, 爹, 我没事, 潮浪君这阵就说了, 庄主你请放心, 凌朗的确没事, 只是被风乞衣的蔣敬锋, 一时逼得头不过气, 休息一下就没事了, 再说这个金眉娘这阵, 在梁上飘然而落, 一站到地就说, 少庄主你好俊的剑法, 老冠家这阵炸着个边来的手, 那对眼挂着个金鼻梁就说, 嗨, 你想怎样? 哎哟, 我没想什么, 我感到你的少庄主的剑法, 似乎死得不对, 你能不能把剑谱拿出来, 让我们看看, 看看什么地方死得不对? 没用什么啊, 就说, 你想用我可以的剑谱? 哟, 慕容庄主, 你这样说话多难听啊, 我真敢要你家的剑谱呢? 我只想看看什么地方不对, 互相切除一下不好吗? 说不定对少庄主的剑法有帮助了。 对不起, 我现在的剑谱从来不让别人看, 请你们再速速离开。 金魏梁宁转身对耶律宏来说, 兄哥, 你听到没有? 慕容庄主叫我们离开了。 那个耶律宏就问, 前面, 那你说, 你不离开? 不, 不, 我想看看剑谱嘛, 兄哥, 你带我向庄主接一下嘛。 这阵耶律宏走前一步, 向慕容墨作作一步来说, 庄主, 请将剑谱借出来, 让我金魏看看。 老军家反变地说了, 我家庄主请你们离开, 你没听到吗? 我金魏说没看到剑谱, 怎么能离开? 他这么美了就说了, 是吗? 我们千里迢迢从关外而来, 就是为了想看看这剑谱嘛。 老军家今次不错你了, 呼呼地一边就发出去说, 你们走不走啊你? 怎么知道金魏亮一笑就说, 哎哟, 翻管家, 我决定别出吵了。 声落人道, 范鞭感到眼前人的闪, 他自己手换一臂, 哎呀, 一条狗子鞭就被人抢了, 同时的感到自己的脚一臂, 啪啪一声, 达到四足朝天, 哎呀, 这个范鞭, 华世的花名叫风雷鞭, 都算是武林中一个有名的人物, 一条鞭打败过很多英雄好汗, 但是现在, 只是一边发出去, 就拜给白妖金魏亮, 而且还不知道白妖怎么出手, 抢了他的鞭, 就要惯低他, 慕容卖旁边一看, 眼都斗了鸡, 自问自己的武功, 只是被管家的略性一筹, 但是现在管家一招, 就放在人家的手上, 自己恐怕只能接人家四五招, 这时范鞭 Joker在地上 Yahoo endured, 老爷, 你带着大少爺先走, 老龙我写了, 今天的命与他们 tools! 金魏亮摇摇头说 呦呦呦呦呦呦呦 范管家你何必如此呢 我们只想看看剑婆而已嘛 范边说 要命一条 有剑婆也没有 老爷 你快点带大少爷走 慕容莫摇摇头说 老范 我们是一桩之主 我怎么可以先走了 你和明仔走 这里由我们应付了 广远的粗误性 把剑婆取出来了 今美两个人说了 看来庄主的剑法 必定比另一人高多了 兄哥 你先与庄主玩玩 我在旁边欣赏一下 庄主的剑法啊 个客人真的好听话嘛 行上不说 好 跟着向母用麦公公说话说 庄主 前美叫我和你先玩一下 请庄主先出手 这个黑妖在作风上 似乎有一派忠诗的风道 不像刚才那个风黑衣突然出手的伤人 这阵无用墨 这个凶手来到就说 你不用兵器吗 庄主 我与人教授从来不用兵器 只凭我一双肉酱糕了 既然这样 你先出手吧 庄主 还在请你先出手 我要先出手 恐怕你就无法还招了 不过 最后你将剑谱拿出来给我尖尾看看 我就不必动手了 要看剑谱你免提看剑 无用墨港元一剑就废出 剑世和儿子无用命就不同了 是一味道光 这个是西门剑法中宫女有房的招式 就不像无用命一出手就无情杀着 黑妖一闪身 一掌就拍过来 掌力夹带着一股劲锋 无用墨将剑一提起 由一味道光变成西子凤心 剑尖就对准了黑妖拍来的掌心 黑妖一看赚了声 这一股劲锋 马上收掌的变扎 要去扎剑身 无用墨招式一转 剑封就画成一道弧形的剑光 黑妖如果不缩手 一条手臂一定削断 这个西门剑法一招凌厉的杀杖 叫做流星追怨 黑妖一看又说一声 好嘅 立刻收手 但另一掌从左边又拍出 杀时间灵堂上剑光飞闲 掌影昏返 尽管无用墨的剑招精奇 变化无穷 有时奇招突起 但是他没有深厚的来径 和常性的轻功双配合 难以发挥出西门剑法的 红、险、幽、绝出来 只有一个棋子 西门剑法真正的威力 他现在发挥不出三成 就算这样 慕容墨这个棋子 已经足够应付江湖上一等高手 在那个金眉梁的旁边看 他暗暗赞棋 他心想 西门剑法真是不愧是一等一的上性剑法 只是招式的变换 已经得人羡慕 他看了一阵就说 熊哥 你怎么老是跟他玩儿不停吗 他客要一边出手一边说 剑味 你不会想我看他的剑法吗 你这样美玩美梁 不怕真的有此弹的床子来吗 剑味 你不会想看了吗 原来这个黑妖 不施展出的灵力的招式 只是用六七成的功夫 应付慕容墨 目的是想将慕容墨的西门剑法招式 全部施展出来 给他的金眉梁在旁边看清楚 如果全都看完了 就不用再要个什么剑谱了 金眉梁 为什么他又不打算看完呢 原来他发觉 旁边还有个超狼军在这里 他心想如果真的看下去 超狼军一样看完而已 于是他就说了 我不看了我不看了 拿到剑谱 慢慢看不更好吗 自然这样我就不和他玩了 这个黑妖 耶律虹突然转身一扁 即使转影如山 重重地向着慕容墨就押过来 掌警的风力 已经将慕容墨手中的剑振美了 几乎将剑振到脱手飞去 慕容墨的手脚手是慢了点 一把剑居然被黑妖抢过去 同时黑妖将剑放在慕容墨的颈上 黑妖跟着说 装作 我不是玩高难 把贱婆招出来 不然我杀了你 阿典你就在这阵 旁边的超狼军 一把紫线一扑 他说那个黑妖竟然顶他不顺这一扑的力 不单止把剑哐一声脱手脱落地 他人也等一声后退了几步 从而将慕容墨在危难中解构出来 这举动不单止令到慕容墨父子和老公家反变奇怪 不明白这个灰层为什么事惯要救我慕容墨 就算黑白相遇都这么多恶言 你白眉亮就问了 小兄弟 你这是干嘛 你怕我们杀了庄主吗 那超狼军笑咩咩就说 你们如果真的要杀慕容庄主 恐怕早就落手了 需不需要把把剑落在他的脖子里 那你害怕什么 害怕我们得了剑谱 哼哼 剑谱 早已经在区区手中 什么 剑谱在你手中 这阵的超狼军 在个袖袋里拿了一本书出来 跟着说 你们看 是不是这本啊 咦咦各位 超狼军何时偷了西门剑法的剑谱呢 如果是这样 那还需要打